解读微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折眼说财经的频道。 要是我问起互联网中最流氓的软件,大家心中估计能冒出数十个答案,2345,360和金山系列等软件,当时一度闻风丧胆,让用户们避而远之。 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不实用啊,像360家的安全软件就默默守护了数亿台个人电脑,贡献不可谓不大。 至于为啥会和流氓二字沾边,我想大伙都懂的,和手机不同,电脑在普及时,互联网正处于蛮黄发展时代,整个环境就一个乌烟瘴气,比如啊,软件厂商们会在安装过程中引导用户养股,只要咱们点错一个按钮,流氓全家桶当场上门服务,给你的电脑送上全方位卡顿套餐,即使用火眼金睛盯着每个安装步骤,也难以躲过全家桶的制裁,因为软件厂商以精通用户心理学,有时候得反向操作,才能避免全家桶祸害电� 举个例子,只见下面六个软件全被打勾,能给人吓出冷汗,但顶部的文案告诉咱们事情并不简单,我也是愣了一回才明白,这软件的意思是,打勾的软件都不会附加安装,万一哪位老哥没看清楚,直接把六个选项全部取消,那将洗涕推广软件全家桶,而且啊,这些软件安装起来很容易,想要卸载却无比艰难,总结起来大概就是,安装自带全家桶,卸载难倒一片人,恰好,在网友们的印象里,360似乎是最难被卸载的那一个,前阵子就有日本网友, 因为卸载不了360全家桶,只能在推特上找中国网友来帮忙,这一来二去,搞的网友们都觉得,360是那种能装不能卸载的软件,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啊,最近与闽红在和360创始人聊天时,就问到360是不是卸载不了,周鸿一听到后逛不住笑,寻思着这不是有手就行吗?虽然卸载繁琐了点,但这都是360的自我保护,防止病毒轻易入侵,图源,新浪科技里是这么个例,但不仅是360安全管家,很多360旗下的软件,都设置了繁琐, 卸载不住,硬要说没有私心,那多半是假的,今天我也打算测一下主流PC软件的卸载过程,看看几年过去,那些流氓的卸载套路到底消失了没,先从大火最关心的360开始说起,其实在饱受争议以后,360就悄悄推出了急速版,并放在官网的二级菜单中,而所谓的急速版呢,其实就是去掉了广告弹窗,只给咱们开启核心功能,我用过好一阵子,确实体验不错,做到了默默守护,非必要不打扰,卸载起来也十分省心,甚至让我感觉到很陌生, 虽然它的继续卸载按钮依然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但只要你敢点击,人家是真敢给你卸载,这波卸载体验,我可以给个五星好评,但也不要高兴的太早,毕竟大部分用户用的还是原版360,它安装和卸载体验比急速版差得多,原版360在首次安装后,会给咱们捆绑安装360安全浏览器,随后又会在任务栏上植入搜索功能,对味儿了,这才是我们熟悉的360,至于卸载方面,虽然目前卸载步骤没有前几年那么多,但我第一次卸载尝试 还是失败了,当然,360的反卸载套路也不复杂,它只是把卸载按钮混入了其他功能里面,我第一次就被骗了,没忍住点击我要吐槽,总之呢,如果大伙平时用习惯了360,我强烈推荐用官方推出的急速版体验会有致的提升,接下来是人称流氓界的头号玩家2345,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这公司,一方面是他确实推出过一些实用性不错的软件,但另一方面是软件自身所携带的流氓属性太浓,以至于一个卸载教程都会有10万播放,除此以外,用户下载 2345软件后,它会自动篡改用户的网址首页,靠着这种套路,2345网址导航在当年激烈的网页导航市场中,硬生生强到8.3%的市场份额,图元,爱没咨询这还没完,一旦你的浏览器首页被2345篡改了,将改回去就很难,至于卸载体验这块,我选择了2345安全卫视作为测试,没错,2345还把网络安全这晚饭给吃上了,什么垂直业务都是浮云,多元化发展未保市场才是王道,双击2345安全卫视的安装包后 迎面而来的就是默认勾选的锁定所有浏览器主页为2345导航的选项,识别三日当刮目相待,但2345在这几年间也没啥变化,还是原来的味道,卸载界面就套路满满,第一个界面丝毫不提卸载,只把卸载按钮放在右下角最不起眼的位置,在点击我要卸载后,2345安全卫视直接红文警告,卸载会导致电脑失去安全防护,那我该不该配合它,假装害怕一下捏,即使把它卸载了,它还会装可怜,然后高亮体验最新版,嗯, 我觉得有关部门可以加大力度,再给这哥们捶两拳,最后的测试目标很明确,我打算实施驱动精灵,从前几年的PC断用后反馈来看,驱动精灵的流氓程度不亚于360和2345,当年的驱动精灵在安装完成后会自动弹出热点新闻,很难想象其业务涉猎有多广,不过下载和安装驱动还算省心,没有搞限速,也没有收费机制,但免费永远都是有代价的,驱动精灵为了盈利,强制捆绑首页导航,留后门和给卸载设套路 等操作层出不穷,唯一的优点大概就是下载和安装驱动比较省心,毕竟那时还没有搞限速这套玩法,至于卸载体验,那时的驱动精灵完全可以用恶心来形容,卸载按钮放在机器不起眼的位置想完成卸载,起码要走五个界面流程,走错一步都得重来,后来驱动精灵被金山收购也就加快了商业化进程,比如加入会员机制,限制免费用户下载驱动的速度,会员还能享受弹窗拦截和文件粉碎等特权,商业化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功能 越来越杂,就像是现在的音乐APP加入社区和直播等功能一样,要恰饭的吗?那收费能换来啥好处呢?比较明显的改变是,现在卸载驱动精灵确实不费劲了,卸载按钮会大方的高亮显示,让用户一眼就能看到,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这些软件已经不再需要牺牲用户体验来赚钱,就拿360来说,或360曾靠着免费策略获取大量用户,再通过投广告等方式从用户中赚取收入,说实话挺low的,用户体验也很差,但现在的360 开始重视弊端业务,还投资哪吒汽车啥的,其实能撑起整体营收,所以他才有底气做永久免费无广告弹窗的急速版,驱动精灵则是反了过来,走付费换取好体验的路线,这和百度网盘的思路倒是很像,早期免费不限速,后期搞付费会员机制赚钱,从这些头部PC软件的打法转变,能看出PC软件生态确实越来越规范,当然有时候并不是企业本身愿意去改变,相关部门的大力整治也是关键,就像今年315晚会上,PC软件 的弹窗广告和捆绑安装就被点名批评,和海外的用户不同,他们很早就养成了给产品付费的习惯,咱们这边的互联网公司打法不同,用免费来推广软件,通过各种套路来保证用户存活率,接着就是通过捆绑软件和弹窗广告赚钱,毕竟中国PC用户的付费意愿确实不怎么高,但这种玩法是有天花板的,公司想赚更多钱,就只能加更多弹窗恶心用户的同时,也在违法边缘疯狂试探,在监管越来越严的情况下 如今PC头部软件都在寻求转型,当然,转型币端赚钱,继续给用户提供免费服务的模式,无疑是咱们最喜欢的啦 接下来,我讲一个在资本市场凤凰变物际的故事,这个主角的故事,正是360公司2017年11月2日,中国杀毒软件之王安全卫视360,从美国私有化退市后,正是借壳江南佳节风风光光回归A股,上市首日开盘涨3.84%,书盘时值高达4442亿人民币,位列A股第13位 按当时汇率折合,约合市值700亿美元,甚至超过了电商巨头京东669亿美元的市值,相比360从美股退市前的市值93亿美元翻了约8倍 此后,360股价继续上涨,2018年1月31日,达到历史最高点66.29元,市值最高达到约5000亿人民币,成为当时A股市值最大的科技互联网公司 当时很多人说,这又是一个资本炒作出来的乐事,果然不出所料 接下来5年,360的股价走上了慢慢阴跌之路 如今,每股跌落到7.08元每股,市值也从巅峰的近5000亿元人民币,跌落到如今的506亿元人民币左右,蒸发约4500亿 360的凤凰变无击,说明了一个道理 资本可以不知廉耻的疯狂炒作,市场先生也可能被蒙蔽双眼,一时犯错 但长久来看,打铁还得自身一 如果公司本身经营业绩没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或者没有新的增长点,那么市场纠错和价值回归从来不会缺席 360股票市值5年跌掉4500亿,原因主要是两个腰,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从PC电脑时代众神之一,到手机移动互联网时代,跌落凡尘 在2000年至2010年这十年间,互联网大潮是PC电脑的时代 那时候的领导者是诸如新浪、网易、搜狐这些门户网站 以及从电脑端延伸出来的杀毒软件等,必须安装的刚需软件开发公司 而360安全卫视就是那个时代的众神之一 但是2010年以来,随着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智能手机的普及 移动互联网生态的颠覆性革新 手机移动端已经取代电脑端,成为大家信息获取的主要媒介 因为手机容量有限,且已经自带了很强的安全系统 杀毒软件开始逐渐被边缘化 而360因为没有开发出新的匹配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软件 业务与时代脱节,也因此逐渐走下神坛 2022年一到三季度,360营业收入只有69.35亿元 与去年同比下降了18.79% 但净亏损却高达19.64亿元 二,多次追逐风口 但始终没有找到公司业务转型的第二个增长缺陷 事实上,这些年来,360也没有坐以待毙 一直在努力的尝试业务转型 什么风口热,他就追逐什么风口 他做过手机,做过直播,搞过短视频 也搞过互联网金融,甚至还投资了新能源造车新势力 可以说每一个风口都没错过 2015年,360开始进军手机市场 和酷派合作打造了独立手机品牌汽库 如今投资失败,项目宣告暂停 2016年,直播行业风声水起 360又尝试投资成立了直播平台花椒直播 如今在抖音、快手等平台的夹缝中,艰难求生 2021年,360宣布将投资29亿入股新能源造车新势力 哪吒汽车,在投资完成19亿元后 今年6月,360宣布放弃继续增资 转让剩余未缴付的10亿元投资额 对应的3.532股权 实际上,回顾这些年360的转型 虽然一次次都在风口上 但却没有一个能坚持下去 最终疯疯夭折 总而言之,自身业务与时代发展脱节 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转型失败影响下 导致了杀毒软件之王360 最终凤凰扁乌鸡,业绩亏损 股价节节败退 股价相比2018年2月巅峰时的66.29元 已经跌缺了约90% 市值缩水约4500亿 成为众多股票投资者的噩梦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